前几天我们刚刚测过了AMD面向笔记本平台的Zen5架构移动版触记器 它向我们证明了Zen5架构的强悍 但大小盒设计让那颗SoC的实际表现尤其是游戏性能有些遗憾 而今天全大盒设计的桌面版Zen5测试来了 今天我们测试的是其中两颗单CCD的型号 Ryzen 5 9600X和Ryzen 7 9700X 特别全默认和PPU解锁功耗墙两个模式 为了方便你了解它在目前市场上的实际性能定位 我们这次找来了Zen4架构目前性价比极高的Ryzen 7 7700 和游戏性能非常强悍的7800X3D来作为测试的参照 7800我们已经解锁了它的PPU功耗前 这时候它的性能已经非常接近7700X了 但它的价格可以说相当诱人 而7800X3D考虑到X3D的特殊性 则是使用默认的PPU Auto设置 英特尔这边我们选择了i5 14600K来对比 当然9700X根据AMD官方的定位 其实对位的是14700K 但大家也都知道 最近英特尔的稳定性问题闹得沸沸扬扬 尤其是对于这些高端高频的CPU影响是比较大的 那么在尘埃落定之前 我们也很难给你推荐14700K及以上的CPU 那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同学会考虑任务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我们这次只对比i5 14600K 但我们会使用两种设定 一个是华硕主板默认的设置 也就是首发时的性能 另一个就是英特尔新推出的防缩缸设置 这两种性能下面我们都会对比 这次的测试我们也搭配了公版4090来避免显卡瓶颈 内存方面 这次我们在AMD上使用6000C28加FCLK2000的设置来进行测试 那这个是AMD平台上能长期稳定的 比较激进的内存设置了 英特尔平台的内存频率上限会高一些 所以我们就使用了7200C34 Gear2的模式进行测试 那么一个时序更激进 一个频率更高 等于说两个平台都有尽可能好的内存性能 那我们使用的是芝奇的48Gx2双面内存 总共96G容量来防止出现容量的瓶颈 主板方面 AMD新的X870主板还没有上市 因此我们依然使用ROG Crosshair X670E Aero主板来进行这次测试 使用的是2204版的BIOS 此外我们还使用了360规格的龙神三代水冷 和猫头银新推出的D15G2风寒散热器 来进行30轮的R23烤机测试和解热能力测试 我们也会来看看这代锐龙有没有改善之前几代普遍存在的肌热问题 那么任务架构的详细解析呢 我已经在上期移动版Zen5的评设当中非常详细的聊过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回顾一下这期视频 把相机去看一看 简单来说 Zen5的架构相较于Zen4架构的进化幅度不小 更大的核心规格也带来了更高的IPC 是目前X86处理器的IPC之王 这次我们也进行了SPEC 2017的同频测试 和PPU最高BUS频率下的测试 首先我们把7700 7800X3D和9700这三个CPU都固定到4G核 来看看它们同频IPC的表现 和移动端的情况类似 在内存性能固定的情况下 Zen5的SPEC 2017整数成绩比Zen4高了8.6% 浮点更是高出了26% 综合做到了17.3%的IPC提升 高于发布会上所公布的16%的IPC提升幅度 也是目前X86同频性能最强的架构 而在PPU开启下的单核峰值性能测试当中 Ryzen7 9700X直接跑出了整数强11.1% 浮点强28.6% 综合强了接近20%的单核性能 这个时候的性能已经超过了苹果的M3和英特尔的i914900K 考虑到9700X的单核频率只有5.55即可 9950X的单核频率还会跑得更高 这个成绩可以说还不是Zen5平台的上限 那么我们还进行了核心延迟测试 移动端的Strix Point平台的核心延迟可是吓了我一大跳 但这次单CCD的两个桌面板Zen5处理器简直是一雪前耻 跑出了非常漂亮的核心延迟成绩 这也让我开始期待起它在游戏当中的表现了 不过具体到桌面板Zen5上 整颗SoC的架构还是沿用了自Zen2开始使用的CCD加IOD组合的设计 比如说我们今天测试的9600X和9700X就是单CCD的型号 8个核心总共共享32M的三级缓存 而Ryzen9的两个型号则是双CCD的型号 那么内存控制器 Io控制器 以及核显灯的外围元件是集成在IOD里的 并且就像Zen2适应到Zen3沿用了IOD模块 这次Zen5也沿用了上代的IOD模块 所以核显和内存控制器也就并没有实质性的升级 那么接下来就该公布测试成绩了 首先是渲染性能避色下Cinebench 在Cinebench R23当中默认PBO Auto的情况下 9700X的成绩仅仅稍微高过解锁功耗墙的7700一点 但在解锁了功耗墙之后 9700X的成绩就直接跑到23000分以上 这个时候比起7700解锁功耗墙的成绩高了20%以上 而9600X解锁以后也已经接近了7800X3D 但是它们和核心更多的14600K比还是有一些差距 单核成绩方面 两颗Zen5架构的处理器可以说毫无争议的 大幅领先于Zen4两兄弟和对手 这就是目前X86平台单核性能的新网 那么查看频率数据 9700X解锁功耗之后 已经可以跑到全核接近5.3GHz的频率了 这个频率已经接近满血的14600K了 比上代7700解锁PBO要高出0.2GHz左右 也比被英克尔上了紧箍咒之后的14600K更高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解锁之后9700X的功耗比默认功耗墙的88W高出了很多 在R23当中跑出了162.1W的功耗 这在之前AMD的单4CD处理器当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看来肌肉问题真的解决了吗 待会我们一定要详细测测看 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 9700X的默认功耗墙似乎太保守了 那么Cinebench 2024里新处理器会更强吗 2024里的表现依然延续了R23的相对水平 单核无敌 但多核成绩受限于核心数 值得注意的是 9700X在PBO解锁功耗墙之后 有一个相当明显的性能提升 但受限于核心数量的劣势 还是西败于14600K 接下来是7Z压缩和解压性能测试 在这里9700X在解锁功耗墙之后 有一个显著的性能提升 但9600X解锁功耗墙的性能提升幅度并不明显 这再次说明了9700X的功耗墙确实太保守了 那么在Blender当中的9700X开启PBO之后 干掉了核心更多的14600K 而且和前面一样 PBO解锁之后性能也是有显著提升的 9600X的核心数量让它在渲染测试当中很难有优势 渲染这个东西毕竟还是得核心数多了才会浅 接下来是Adobe 3000号的测试 那么在PS当中 9700X建立了明显的性能优势 Photoshop是一个非常是单核性能的测试项目 9700X和9600X无疑非常适合这样的场景 9600X仅仅6核的规格也拿下了仅次于9700X的成绩 表现不错 那么PR当中 14600K凭借着更多的核心获得了领先 9700X则紧随其后 领先于上代的两颗8核兄弟 9600X虽然核心偏少 但也跑出了接近上代8核振4的水平 Zen5的IPC进化幅度可见一般 AE作为一个非常有难度的测试 9700X获得了领先 在核心数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超过了14600K的性能 凭借着新架构 9600X也用6核的规格战胜了上代的两颗8核振4 在达芬奇里 还是核多的处理器标有优势 在这里 9600X的这6个大核就有点捉襟见诚了 我们也测试了VS编译的性能 我们编译了Dobby模拟器来看看用时 9700X虽然核心数量不占优势 但解锁了功耗之后 和14600K打了平手 大幅超越了上代的两颗8核振4 9600X的6核心在这里就有点不够了 它离7800X3D和7100都还有一定的差距 U15构建光源的性能也延续了VS里的情况 9700X解锁之后 基本上可以持平14600K 9600X的核心数在这类应用里面还是比较吃亏的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生产力测试的成绩 Zen 5架构的提升可以说是非常亮眼 基本上但凡是单线程性能非常重要的项目 9700X的表情都不错 但Ryzen 7和Ryzen 5目前的核心数量 在偏重多核性能的应用里面 那么面对对手的大小和设计 还是有些力不从心的 生产力性能的大旗 在AMD阵营 还是要两颗Ryzen 9来扛的 那么接下来终于到你们最关心的游戏性能了 我们这次总共选取了八款热门游戏 从网游到传统3A大作再到二游 来全面看看Zen 5的游戏性能到底怎么样 我们在设计当中搭配了公版4090 并也1080P高画质进行测试 基本上已经可以避免显卡造成的瓶颈了 留下来的就是这几个CPU之间的贴身肉搏了 赶紧来看看成绩吧 首先来看看网游里的表现 CS2我们依然使用了Purple的Infernal录像来进行测试 相较于帧数高的离谷的创意工坊的奔驰骂卡 这个测试的帧数会更贴近实际游戏运行式的表现 在这里9700X跑出了仅次于7800X3D的成绩 9600X的成绩则比较接近于14600K 同样超过解锁限制的7700 值得注意的是88W的功耗墙 对于9700X和9600X来说都是不够用的 你可以看到PPU解锁之后 9700X的帧数提升是比较明显的 看来即便是游戏里默认的PPU保守设置也影响了它的发挥 5位契约里的两颗任务处理器 大幅领先于上台解锁的7700和i514600K 而且领先幅度相当巨大 但7800X3D再次将我们证明了 X3D就是游戏里的神了 那你要想在这里干掉它 恐怕还是需要9800X3D才能做到 在绝地求创当中 9700X同样干掉了除了7800X3D以外的所有参测处理器 它比起解锁后的7700也高了不少 这个待机游戏性能的提升是比较可观的 测完保游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单机游戏价的表现吧 赛部旁哥207当中 我们使用了在CPU压力巨大的狗阵 开车跑足的方式来进行测试 9700X在这里的表现 又被保守的88W的PPU功耗墙所建置住了 测试全程都在撞墙 解锁了功耗墙之后 有一个大幅的性能提升 但7800X3D再次向我们证明了X3D在游戏中的统治级地位 9600X的6核规格在这里就很吃亏了 甚至它还没能干掉开启PBO的7700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 目前的3A游戏逐渐开始注重更多核心下的表现 6核在今天的确有点少了 在博多之门3当中 9700X的表现比7700有明显的进步 9600X在博多之门3当中也超过了解锁后的7700 但7800X3D的优势在这里实在是相当巨大 9700X在这里与14600K也没能够拉开差距 接下来是老头环 这里9700X一转当时移动版Zen5的颓势 直接比上代的7700和对手的14600K强了一大截 14600K似乎在这里遇到了大小和导致的问题 成绩比较低 不过法环当中的最强王者依然还是7800X3D 我们还测试两款热门二游 那么对CPU和内存性能要求极高的绝区零跑度设施当中 两颗Zen5和13600K在伯仲之间 反正比上代Zen4的表现确实是好了不少 但7800X3D在这个极度持内存与缓存性能游戏里面 就是版本答案 明显当中也延续了大部分游戏当中的表现 依然是7800X3D独孤天下 而9600X则接近对手的14600K 不过和上代比起来 两颗Zen5还是能够大幅领先解锁后的7700的 我们汇总一下游戏部分的成绩 Zen5的两颗新优相较于非X3D的认识来说提升不小 在部分游戏里的表现比起普通认识大幅领先 但依然无法撼动7800X3D游戏之王的地位 这也让我非常期待 未来Zen5X3D的产品游戏表现都有多么夸张 不过在一些CPU负责较高的游戏下 PBO Auto下的88W功耗墙会导致9700X性能无法完全释放出来 如果你的散热足够好 我当然更建议你把功耗墙放宽一点 当然你往好的方面想 这个88W的功耗墙也能帮你省点散热器的成本 对吧 于是我就非常好奇 如果我拿出AMD的幽灵散热器 它在88W的PBO Auto下能够跑出怎样的性能 又会不会过热呢 那么在5分钟的FU烤机测试里面 9700X维持在了90度 看来即便是这样一个小散热器 也能够应付默认的9700X 和360水冷下对比 那么R23成绩确实是低一点 但低的不多 那如果说只是为了打游戏呢 这样的散热器能压出默认的9700X吗 嘿嘿 完全没问题 除了温度确实高了不少 成绩上其实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看来这才是AMD给它88W功耗墙的原因 那这就意味着 如果你只配一个百元风冷散热器 然后你去跑PBO Auto的这个情况下 它去压这颗9700X是轻轻松松毫无压力的 那另一个我相信你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 激热问题有没有改善呢 答案是改善了 而且改善幅度不小 我们同样使用龙神三代进行测试 虽然都跑90度的情况下 任务的解热能力能提升多少 结果这绝对是单CCD锐龙解热能力最强的一截 171瓦 这比起上代770的147瓦 直接高出了24瓦 这样一来呢 它的超频能力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最终我们在1.35V的电压下 直接把9700X超频到了全核5.5GHz 此时的Cinebench R23成绩已经逼近了25000分 作为一颗只有8核的处理器 这个成绩相当的惊人 我也试了一下内存超频 那么在UCLK Gear2的情况下 内存可以跑到8000C40 但性能其实和6000C28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但是显然的 8000的频率对内存颗粒的要求就高多了 所以我认为还是6000到6400的频率 才是相对比较合理的设置 那我们还在解锁PBO功耗强的情况下 用龙神三代和猫头用D15G2 分别跑了30轮的R23测试 来看看9700X如果用风冷性能表现如何 又能解多少瓦的功耗 最终D15G2下的成绩也只比龙神360低了一点 节热功耗也都超过了160W 那么测到这里 看来这代积热问题确实是有了大幅度的改善 那么AMD的Zen系列处理器 自2017年发布以来一直保持着稳步前进的节奏不停迭代 当年的Zen2定下了CCD结构的基础 Zen3则把AM4平台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 甚至在今天居然还能出新品 而Zen5至于Zen4就像是Zen3至于Zen2 它就是AM5平台成熟化的产品 在可见的未来应该会具有相当长的生命力 目前首发的两款产品向我们已经展示了Zen5架构的潜力 但我最期待的产品必须还是基于9700X打造的X3D版本 我相信那将会是接下来数年内游戏玩家所能拥有的最强武器 那么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 不久之后我们也会来测测更高端的9950X 并且我们还会折腾一下来看看这代Zen5的处理器 极限超频后的性能上限究竟有多高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